五 四 三 二 一 大网一洒 孩子们睁大眼睛 充满期待 这些衣很多嘛 这些没啥都有 真有收获 来自校外教学的学生 有模有样的享受补娱乐 占地十公顷的莲花园 还有兴奇的体验 老板问我 一大片开过去有没有漂亮 有姜吗 董姜 很漂亮 而且董后高 很好玩 对不对 不高 董后高 大家一起来 走 超过三十多度的高温 谁愿意在烈日下逛农场 湖水中几艘厨阻伐 就是卖点 叶子特大的大王莲 还能体验水上飘的惊喜 前提是负重上限五十公斤 别想谎报体重 好神奇啊 这代表了体重没有谎报 改良品种的莲子 不再入口心中苦 很受游客欢迎 数百种莲花 蒸起豆艳 更像天然的芳香剂 老板我看你这里 树一下很多老人家 对 它中午之后都来这边呈凉 因为它家里 附近的啊 对 所以这里变成了 就是整电费的 消暑 消暑的地方 它人数目满足 周旭二日常常游客如枝 莲花花农转型休闲农业 一步步朝精致路线迈进 所访台湾的三民间 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 休闲观光农场 不过呢 在卫生条件上 在用餐环境上 它有一定的审核标准 才能让它得到政府的和客 然后在国内的观光客之外 再去洗纳 包括了陆客团 或是外籍观光客的 休闲市场 有讲吗 懂讲 有讲吗 懂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